歡迎收看愛上9.5 厲害… 觀眾朋友的肯定 這個對我們最好的一個鼓勵 劉真 你看第一次主持節目對不對 對 非常謝謝大家 自己會不會主持就不重要 重要是要跟對人 開玩笑… 開玩笑… 不過我在妳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 是嗎 跳舞或幹嘛 擺姿勢 現在攝影機機器一對我們 就來了 憲哥擺姿勢現在一起棒 對…而且我們兩個很有默契 姿勢來一個 1 2 3 4 這個是很重要 麥可介紹妳有沒有 對 今天兩位熟女不是要來給妳難看 但是妳真的難看 好 再那邊 回家 要回家嗎 像話嘛 跟著我就不要扭捏了 好 直接介紹這兩位不得了 他們在走紅的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在哪裡彪繪耶 是啊 那跟彪繪什麼關係 走紅跟彪繪什麼關係 歡迎兩位不得了的好朋友 葛瑋如第一 歡迎 哈囉 坐… 女生站起來一定有她的原因 天啊 歡迎 真的是為國爭光的葛瑋如 我真的要先講她一下 有沒有 白玲看見她臉色直接拉下來 得了 對啊… 有沒有看到 讓白玲知道什麼叫做 今天是百忙之中 播九來參加 還好…總是要賺一點 小孩子的奶粉錢嘛 播九 什麼播九 波榮… 你連個九 因為九點 愛上九點半 你什麼話都要扯到九那個字 不是… 出到九年了吧 不止了 謝謝… 對啊 19年來你是怎麼樣 我們能不能看一下你這個走個台步 各位 鏤空牛仔褲 來… 我的媽 轉後面 你看他後面好像是哪裡 你說他生過小孩怎麼可能呢 看他身材怎麼會好成這樣 釘子 釘子褲 我幹嘛 我是來走秀的嗎 難怪孫先生會說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幹嘛 孫悅要走秀 你想到誰啊 不要緊張… 沒有啊 你想到什麼 不要上憲哥的檔案 來 坐…坐著慢慢聊 最近的事業狀況 你再問我還是魏蓉 兩位 兩位都要了解一下 我OK囉 OK啊 妳來 還在忙 我一直很努力 一直努力 只是我們現在走的路線不一樣 我看他演喜劇好好笑 我覺得好羨慕 他好笑 你知道我好喜歡演演喜劇 那是我夢寐一求的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丁姐的那個 古裝扮相好漂亮喔 我已經很久沒有扮古裝 可是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演喜劇 我每次看他在演喜劇 我告訴你 一句真心話 對不對 當然兩位共同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們兩位現在都是單身 對 共同特色就是通通是有小孩的 對不對 共同特色就是說開放大家競標 我們有小孩有什麼了不起 比人家四個差多 不是 我跟你講 你講到說 憲哥 你講到說有小孩 其實我剛剛就已經想走了 你知道嗎 你說只有我一進來而已啊 不是 我一進來 我坐在那邊看大字報 愛上9點半 歡迎漂亮寶貝 迪音 單身辣媽 各位如 我想人是不要計較了 是… 可是有時候待遇差太多 會讓人家想不滿意 什麼說 有嗎 還好你沒有這樣介紹 對啊 我們心裡想 這個當然就是角度這樣 沒有 但是我想 那製作人上面會這樣寫 我漂亮寶貝可能是拜我的眼睛所賜吧 因為我的眼睛還停留在寶貝的眼睛 那時候臉型已經變歐巴桑了 什麼 我的眼睛也不搭啊 謝謝 這就知道 他忘年生跟假結合 女人就為了這麼一點 這個關節過不去 對於就差一點變仇家 但其實還 那個大字報寫出來 應該是歡迎好朋友迪音 還有漂亮寶貝 單身辣媽 各位如 這樣 謝謝 這樣有沒有舒服一點 非常爽 兩位目前都是單身的狀態 能不能聊一聊 其實你看 要走入這個單身媽媽的一個角度 是辛苦的 而且你們兩位的老公 又不是自然離開 是誰要牽制離開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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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離開 因為現在比較有交通工具 就是過往的這個 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子是不是 什麼東西過往 過往多難聽 叫做過身 聊一聊… 就是說再變成這個單身媽媽 然後又要帶小孩 妳的心情是怎麼樣 我的心情我覺得滿開心的 怎麼說呢 因為很多事情就是 我跟兒子講好就好了 不用再經過另外一半的同意 但是也有 也有比較不好的地方 是 當我自己在忙的時候 當小孩子 因為總是家庭要圓滿嘛 對… 他總是覺得說自己有缺陷 為什麼別人有爸爸 他自己沒有爸爸 但是那是之前的事情 我現在已經好多了 我的另一半已經有回來了 回來啊 不是 因為 因為小孩子需要爸爸嘛 然後我們現在有在走 就是為了小孩子啊 走複合的路 那目前就是 以朋友 情人 親人的情況之下在相處 對 所以有好多 那這個感受我覺得落差很多 之前我一個人帶的時候 就譬如說拍戲忙 三星半夜我都覺得很擔心 或者是擔心就是說 今天有可能一整天都沒有看到 我的小孩 那我的小孩會不會思念我啊 在家裡會不會無聊 那現在就好多了 至少我在忙的時候 他爸爸會在 那或者是他爸爸在忙的時候 我也會在 所以我在這裡 我還是希望就是說一個家庭 圓滿會比較好 太可惜了 為什麼要走到這個地步呢 這也必須擔心嘛 這個… 這個有個人角度了 你知道嗎 她是我媽媽最愛的一個女人 我媽最愛的女人就是迪茵 為什麼 我差一點跟妳開口 你知道 知道妳們分開之後 開口什麼 妳要跟我求婚啊 我不喜歡有四個小孩的女人 妳聽我一下… 我哥哥啦 他還離婚嘛 這樣這剛好很合這樣 對…想說邀妳到我們家來走走 搞不好 當天晚上就留下來坐一晚 那個情況下搞不好 真的我媽媽超喜歡妳 真的啊… 她說娶老婆就要娶像這種 她用一個閩南語形容叫做 柚皮薄梨 妳有聽過她 什麼叫做柚皮薄梨 柚皮薄梨 薄梨是什麼 我不知道就是 意思就是說看起來催淡 細皮嫩肉的意思 對…有一種那個感覺 妳現在會不會後悔當時 如果說離婚是一條路了嘛 對不對 當時的結婚會不會太衝動 其實結婚我覺得對藝人來講 結婚本來就是要有一點點衝動 你沒有衝動 你根本沒有那個勇氣去結婚 因為藝人結婚本來就比別人還要難 要下這個決心是比別人還要辛苦的 所以我不認為說後悔 真的 我結這個婚我到現在都覺得 我不後悔結這個婚 至少有一個小孩 因為然後畢竟愛過 是真的很愛這個 小孩真的很可愛 有一句話你要記得 動物的幼犬都是最可愛的 對啊 你扯到哪裡去啊 那你是三四個動物囉 不是啦 我說你看土狗有沒有 媽媽土狗不怎麼樣 小狗好可愛喔 抱回來養 越來越討厭… 因為你那麼喜溫生 未來越討厭越來 到最後就下火鍋了 因為太醜了這個 不是 可是我在這裡我必須 我會覺得很奇怪 像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到現在 我都一直很納悶的 我是因為我結婚 然後跟老公就是個性不合 所以我才離婚 造成小孩子沒有爸爸的狀況 大概兩年多 我就不懂有些人 居然生個小孩還不結婚 四個喔 還不結婚 讓這四個小孩 經歷過這麼多沒有爸爸的時間 各位 我告訴妳 這是為什麼 如果你們相信我的話 我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好好保證 因為炫耀這個是很糟的 但是我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 好男人 郭忠祥到底是怎麼樣的好男人呢 婚姻 重點不在那張結婚證書 找六個人蓋個張一樣可以離婚 不信的話請看我的左手邊這個 沒錯啊 重點不在乎那個…蓋那個招嘛對不對 很在乎一個骨勾妹這樣 骨勾妹 你這個跟孫鵬跟迪音的角度一樣 從名字就看得出來嗎 一個是鵬馬 是… 都是鳥類 所以他們這個 是鵬馬 對 我真的要是鵬馬 對 我真的要是鵬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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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蓋那個招嘛 對不對 很在乎一個鼓勾妹這樣子 不是… 跟那是無關的 但後來人家這個媒體也證明 證實說沒有關係的 很清楚的 只是帶出去玩玩而已 也沒有第一天認識 那就帶出去玩 你好隨便 是不是這樣啊 當然怎麼可以這樣子 人家就恰恰 我們還是多訪問各位 當天你是什麼樣的心情 才會決定穿那一套 出來欺負白鱗 白鱗那跟你比起來 那跟怎麼 為國真光 真的是 他差一點為國脫光光 沒有為國 他做一個當場的 白鱗對不對 他人家是裡面沒有衣服甲 沒有胸貼 連小褲褲都小到極小 對啊 後來他可能在家裡面苦思 你可能有翻衣櫃 覺得哪一套可以修理他對不對 那不是我的衣服 那是服裝設計師的衣服 而且我不知道那天會有記者會 真的嗎 我不知道啊 沒有人通知我有嗎 妳要騙誰啊 我發誓 雖然我們是去… 有沒看到 他說他發誓 但是卻舉舞有沒有 我發誓 我… 開玩笑… 不過這個 給我們的感覺 他永遠是一個快樂的單身 對啊 而且我覺得兩位怎麼都保養得那麼好 都到現在一點變都沒有 有採羊補音嗎 沒有 這個不用問這個 又來了嗎 沒事…對不起 要話我講了嗎 沒有 我很怕 我很怕這一口人 很想看他憲哥這麼怕你 當然怕他 開玩笑 女生我們不敢 妳當時結婚是不是 妳是真正典型嫁入豪門 沒有啦 也不算啦 不會啦 就家境不會 還可以啦 可是比真的豪門差太多了 真的嗎 沒有 也是媒體這樣子 據我所知他本身都是穿 只擔心 不啦…開玩笑啦 妳後來孩子現在有多大 今年要生六年級 小學六年級 對啊 十二歲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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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妳當年嫁人的時候 妳知道有多少人心都快碎掉 好多男生都會很喜歡 攝影師喜歡他的更是 知不在話下 對不對 後來是因為… 個性不合 在美國要離婚的話 妳只要寫上個性不合 就不再詢問了 就可以了嗎 就在美國最簡單啊 美國他們就很簡單 個性不合 人 以人為本嘛 我跟妳個性就合不來 妳再嘗試 這個是不可能 據我所知妳個人 好像也曾經試著要複合對不對 有… 其實我有跟黎茵一樣的想法 就是覺得說 好像也是希望給孩子完成 她說她已經複合過兩次都失敗 還是不行 那怎麼辦呢 妳後來發覺真正的問題是在 個性不合 就是個性不合 什麼都不合 依妳現況來講 因為妳還是要帶一個孩子嘛 以妳的外貌來講 妳不要說現在 在十年後 追妳的人都一樣是如過江之際 合不合理 太漂亮 她太有味道了嘛 對不對 逮得出去對不對 身材是身材對不對 因為我生過小孩的經驗 挑戰各種高難度的知識 真的 妳現在在訪問誰也是 妳在訪問妳在訪問我嗎 是… 不是 要白領 白領 她穿好短 妳開放追求嗎 我一直沒有說不啊 這麼說我們可以聊聊這個… 離婚的日子嗎 就說有沒有人追求妳 就是分開的這段事情 是 一定有的嗎 我都有嘗試的做交朋友 對 一定有的 那怎麼辦 妳在孩子跟前夫之間 然後怎麼樣去騰出這個時間 不是問題 要跑 就送小孩上 妳自己送他上 妳要不要又換我來訪問妳啊 不用… 不要 這是閒聊啦 不要… 不是 因為我前夫 雖然我跟他婚姻是結了再離 可是他跟你一樣 他絕對也是個好男人 絕對也是好爸爸 所以我跟他不一定要有那一張紙 來約束我跟他的關係 反而沒有那一張紙 你們兩個有在相處當情人嗎 當情人是沒有啊 就是當家人 對…就當親人就對了 對… 妳這個跟孫鵬跟迪音的角度 不太一樣 他們兩個個性一定合的 怎麼說你知道 從名字就看得出來嗎 一個是鵬 一個是鷹女 都是鳥類 飛他們這個 都是鳥類 一說要飛馬上兩個都飛走 也抓不到誰 大獻來死各分對不對 打不自瑜 對… 其實我們還是很希望看到他們 是很開心恩愛的一部分 會啦 我覺得我跟他為了小孩子 我們兩個都會努力 基本上我對他也很有信心 我就是 我還希望就是說家裡可以圓滿 小孩子就是都有雙親在 這樣子對小孩子的生長過程 是會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對… 妳還有考慮再生小孩嗎 沒有了啦 其實一個就夠了 綁起來還是… 妳也綁起來了嗎 我… 沒有 我那個… 妳這麼老都還沒綁 因為我怎麼可以這樣綁 很老啊 她一直都綁起來 對啊 一直都綁起來 生四個 對 那小孩從哪邊來的 隔壁王伯伯來幫忙跟妳 很開心嗎 難怪拖這麼久不結婚 這麼多事 你自己說的啊 但是比音來講 他看起來永遠那麼快樂對不對 對 在妳這個…婚姻的生活裡面 有沒有讓妳覺得就是說 妳祖母切心了 這次我要跟妳離婚 當年 當年的孫朋友說 最氣的一件事 沒有 其實我覺得我跟 妳不講就我來講 我… 妳怎麼結婚 其實我其實我跟她就像 就像小朋友一樣 從一開始 從第一天結婚 我就這樣離婚 因為我們兩個很會吵架 芝麻綠豆小事也可以吵架 那一吵架 因為我的個性很衝動 我上身是在母郎的 當然她也是 她的個性也是很強 我也很強 所以就互相讓 互相讓 對 交禮婚交了六年這樣子 交了六年 我個人 我 那是我 我在這兒我還必須講說 真的是不應該這樣子 可以聊聊第三者的問題嗎 第三者 有沒有 沒有 我的第三者就是我的兒子 相當好 沒有 我跟她沒有第三者的問題 這個是媒體一直…誤解 她一直覺得說孫鵬 他們都一直覺得 因為孫鵬給人感覺好像是 我們接受妳的解釋 但是解釋等於 這樣子 妳要不要我訪問妳 不用了…了解 就是兩位都是那種很帥性 就結婚的個性對不對 對 對啦 很衝動 我是這樣子啦 我是覺得 因為人生難得碰到自己心愛的人 然後 因為要愛一個人很不容易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來模擬一下 觀眾朋友看不到那一面 好不好 劉真的私底下吵架 他比如說那個男的 是比如說老二叛變 這個夠嚴重嘛 老二叛變 你在說你啊 誰… 就是… 就是老二叛變 類似這麼嚴重 他是…水鬧 要不要怎麼看 比如我是很難過 老二叛變 我做錯事 對不起 你這是什麼事 老二叛變 你怎麼可以這樣 沒有… 這個渣泰最生氣是這樣 敵因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來猜測應該是 不會啦 我不會那麼出入 我絕對不會 妳跟孫鵬 我絕對不會 有幾次我跟孫鵬錄影 他這裡都有貼什麼 不好意思 你的叫小是好的啦 我跟你講因為 我的叫小好是對別人 我對她叫小一點都不好 而且我跟她吵架 我是有話說不出來 就會氣到沒有 不知道要說什麼這樣子 真的嗎 如果真的 因為她是沒有這樣的狀況 我講真的 如果這樣的狀況 以我的個性 我也不會罵 直接 妳說的呢 丁姐 妳們 如果妳跟孫鵬大哥吵架 是誰先道歉或誰先低頭 她們兩個都硬… 不會 現在我比較軟 現在我一定要最軟 真的嗎 反正該發生的也發生過 妳說妳個性不硬 她其實我覺得她是很有擔當 後來離婚那段日子 她是不讓孫鵬看小孩的 有人說因為散養費的問題嗎 跟那個沒有關係 我相信大家如果了解我的人 知道我的個性 錢對我來講並不重要 房貸 跟房貸有關嗎 也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最重要是 死會的問題 兩個人的感情 既然感情不在錢 我不在乎 妳不在乎 那個不在乎 那為什麼不讓她看小孩 再怎麼說也是 對不對 妳怎麼那麼笨啊 我覺得你們男生 該笨的時候真的是有夠笨 是因為孫鵬教 沒有啊 不然跟小孩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她有女朋友 今天就是因為 我不讓她看小孩 所以她才想要復合啊 這種智慧你不懂 了不了啊 天啊 趕快這一段發到報社好不好 明天又是頭條了 原來妳是用看小孩 來逼她復合就對了 孫鵬好在哪裡 好在我愛她 好在兒子愛她 這句話 對啊 我如果是那個男人我 我根本就是融化了 不只融妳手還融妳口 融在妳全身 MM巧克力 真的嗎… 就是這樣 我不會她也嫁給她 你不會 你老婆幹嘛跟她生四個小孩 我又不是 來 聊妳的部分 聊妳 所以阿翔姐她很性感在家裡面 孫鵬大哥錄影很累回來看到了 會不會就… 她會用那一招有沒有 她一按門妳一看我回來了 馬上妳自己開 然後趕快進去浴室然後弄 假裝減肥皂啦 對 這個水跟她淋下來 好熱喔 妳不好聽就冷氣了 我已經知道為什麼 她跟她老婆沒有結婚 還可以生四個小孩 對啦 但是老婆常用這一招 對啦 不要亂講 很想說一句話 如果離婚的前一天還很恩愛 然後隔天就離婚了那算什麼 沒有啊 那男生可能都這樣 明天一打就要離婚了 我們再來拚一次好了 後來… 你不愛你老婆幹嘛跟她生四個小孩 我又不是 聊妳的部分… 聊妳的部分 後來…她現在 我問一個比較唐突的問題 你盡量問 你問月唐突 我也會問很唐突的話 不是啦 下次我上妳節目妳要問我 不是 跟你趕快問 快點 你們現在是同一個門嗎 同一個門 進出嗎 當然喔 因為天天回家看小孩 同一張床 怎麼 同穿一條內褲 有一天太趕難怪 孫鵬換衣服 妳怎麼會穿這種類似編的 穿錯了 太趕了啦 然後不要轉過來 好兵智的 對 沒有啦 孫太太不是 搭好婆婆 今天叫狄小姐 目前還是狄小姐 你們現在是同一個門 注意姐 對啊 常常回家看小孩 我們現在就像親人那樣相處 然後就是重新來過 就當情人這樣子 了解… 因為以前結婚或許有一點衝動 然後如果現在今天要複合的話 我覺得不能用衝動來 這兩個字來形容 因為已經不能再衝動了 就是說妳也不再管他 比如說一個禮拜 妳偶爾回來個兩三次OK這樣 都OK啊 反正他看小孩 真的嗎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看那種影集裡面 就會有那種 雖然已經分居的先生跟太太 可是如果鼎音姐穿得很性感 在家裡面 孫鵬大哥錄影很累回來看到了 會不會就… 就有衝動 妳也知道他都會用假的 他都會 就不給看小孩 最後爸爸就回來了對不對 他會用那一招有沒有 他一按門裡一看 回來了 馬上 妳自己開然後趕快進去浴室 然後弄好 假裝減肥皂啦 那個水剛好淋下來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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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知道 他跟他老婆沒有結婚 還可以生四個小孩 因為他老婆才會用肥皂 不要這樣講 沒有啦… 他是真心意要問這個的 對啦… 問什麼我忘了 穿性感那樣 就是妳在家裡會不會突然間 也沒有必要很刻意啊 反正互相都很了解 沒有必要用這一招了 真的嗎 他突然 因為我覺得不可能有男人 可以在兩位的面前 能夠抗拒 說不 那是不可能的 會不會 偶爾來一下 妳剛剛問什麼問題 妳在講一次 妳說什麼 偶爾來什麼 恰恰 恰恰 會不會偶爾兩個人來一下恰恰 不告訴你 妳問啦 我問就覺得怪怪的 不是我剛剛已經問啦 對啊 兩位會偶爾跳一下恰恰嗎 我讓你有幻想的空間嘛 因為他福利挺身可以做200多個 妳咧 妳可以做幾下 妳問我幹嘛 好 我們了解一下 戈瑋如小姐 就是說 基本上 當然這個性這個代表 兩個人之間的另外一個層面的關係 對不對 聽說離婚前就已經沒有性生活 妳啊 誰 如果離婚前性生活很美滿的話 應該就不會離婚了吧 我們是奇怪 我們是奇怪的 有 我們離婚後還會偶爾來一下 偶爾來看一下小孩 她跟郵差一樣 門口一丟就走了 還是什麼 還是 沒事… 謝謝… 問到尷尬處 大家不盡善然淚下 妳這個還是 就是因為性生活不美滿 所以導致於就是 還是什麼 這離婚的原因很多啦 對啊 我想不會說只為了單一個原因離婚 對 女人不是那麼在乎 女人不會是那麼膚淺的在乎這個 她包容力很大 她一再給機會 對… 我會想說一句話 如果離婚的前一天還很恩愛 然後隔天就離婚了 那算什麼 沒有啊 男生可能都這樣 明天 我們就要離婚了 我們再來拚一次好不好 結果第五個生出來了 不是啦 跟那個無關 我會不會這樣 妳就說 然後看著妳要走覺得好可惜 這麼漂亮女生 怎麼可能讓她走 妳回來 躺好 聊別的啦 妳怎麼真的 奇怪看妳那麼斯文 都是在聊那個 沒有對不對 你聊性就女孩子很難講 對嘛 跟慾望思奶有什麼關係 好啦 韋汝姐 妳有想過就是 因為小孩的關係而不離婚嗎 這一個又要講說 勉強維持 其實… 我真的不曉得我觀念對不對 可是我為什麼會選擇離婚 是因為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我看我父母親 生活在一起不開心 可是我媽媽會為了 應撐著 對 應撐著 為了我們三個孩子會就是 不離婚嘛 等到我們三個孩子都大了 然後我媽媽才離婚 可是那時候 等於說她已經沒有辦法走出 她自己的生活 就是她沒有辦法找到 她事業的第二存 她沒有辦法找到她感情第二存 因為那時候她 我們小孩都大了 她已經將近50歲了 最主要的是 父母感情快不快樂 我們小孩都知道 並不是因為說 媽媽為了孩子應撐著 我們小孩子就會不知道 他們不合 或說他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小孩子都知道 所以 與其我覺得那時候 我常常看到我媽媽以淚洗臉 我覺得我倒不如 對 倒不如就是先離開 給孩子一個 要勇敢 我一直… 很快樂的空間 對啊 沒有…笑看人生 我告訴妳不用擔心 可能她聊到媽媽 她突然間感受到 媽媽所有的痛 但是媽媽所有的愛 都在孩子的身上 長這麼漂亮 這一定是媽媽的最愛 小時候媽媽是不是會幫妳梳辮子 對不對 綁頭髮 梳辮子 然後保著 我跟我媽的感情真的很好 所以呢 我選擇離婚 是因為我覺得 離婚以後我可以跟我前夫 能夠有很好的關係 就是小孩子在的時候 看到爸媽都是很開心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因為他不是我先生了 所以我沒有資格再邀請他 我沒有管他 不用再跟他因為相處的交流 你也不用去管我這樣子 因為我已經不是他太太了 媽媽聽到離婚 妳離婚的消息的時候 她怎麼說 她鼓勵妳嗎 還是叫妳 我媽 舉雙手 舉雙手 好 我離婚離得好 不是 媽媽同意嗎 還是媽媽會拿 我在結婚之前我媽就過世了 然後我媽是選擇自殺 她媽媽選擇自殺 就是她在結婚之前 她媽媽就過世了 是嗎 對不起… 母親走上這條路其實 對妳的壓力很重 來… 其實對孩子來講是 對不起… 來個面子 妹子 來… 妹子拿一個面子 今天怎麼會聊到這個 其實看到我應該 看到我應該都是快樂的 但是其實 翔哥 不要講離婚 對不起… 對不起… 妳看嘛 每次都要我跟人家道歉 都是妳 迪…我知道她更多怪怪的事情 講出來我又被她最傻 我不會啊… 其實我在這裡我必須要 我也要希望瑋瓏 她自己本身要堅強一點 我覺得既然誰都不願意離婚 結婚因為一定是愛對方才會結這婚 才會生這個小孩 不幸已經離婚了 自己就要做一個很堅強勇敢的媽媽 不管妳是…在外面也好 面對小孩也好 已經走上這條路 妳面對小孩妳一定要非常… 妳要當一個很快樂的單親媽媽 才不會影響到小孩的身心發展 這是我一直很努力的 所以其實現在你看我兒子 我兒子走出來 絕對不會有人認為他是單親家庭 很帥 然後又高 而且他很開心 對 他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這樣 他不會感受到任何不開心 因為只要爸媽帶著他 都是很快樂 我覺得…妳那小朋友 我們看過很可愛 然後我覺得 不只是得到媽媽的愛 得到奶奶的愛 阿嬤的愛都有 對不對 因為離婚以後他們家更疼愛他 更疼愛他 讓爸爸陪他時間更多 反正就是硬是會騰出一些時間 來陪或幹嘛 對… 而且我剛剛 我剛剛覺得瑋茹姐講得很好 就是說 卸下了他太太的身分 就不用再用一種那麼緊張的心情 不要再問那麼難過的事 讓他… 他很愛哭的 其實他很脆的 我問一個讓他可以開心的 妳將來像小孩現在幾歲 國小六年級 妳會不會讓他去跳國際標準舞 有…可以 我覺得會耶 因為其實這在國外是 對 就是一些 妳還真的回答 我不是叫我回答 我問妳 我是轉過來看見她 不知道問什麼問題 我怕問 對不起… 我就是對什麼聲音都很認真 妳可以跳啊 可是不能像妳這麼肥的腰啊 我剛剛那個是太緊了好不好 剛吃完午飯叫人家跳國標舞 我差一點跳成中標舞了 怎麼會 沒有 我說那是我們借到最大 腰圍最大的點 妳還在聊這件 妳能不能正經的主持節目 像話嘛 要長進一點嘛對不對 人生這個有時候 對不對 就是走到這一個地步啦 對不對 接著下來 萬一遇到 真的讓妳心動的對象 會考慮結婚嗎 讓吳宗憲現成火冒三場 現在在國小裡面 他們比的是什麼 以前人家 妳爸爸開什麼車 沒有 然後我爸跟我媽昨天打架 另外一種 我爸跟我媽早就分居了 另外一種 我爸跟我媽昨天離婚了 還是我做見證人 沒有… 沒有…在比說 我爸爸帶著骨骼妹被抓到 對 那是這個 氣死人了 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 萬一 遇到 真的讓妳心動的對象 會考慮結婚嗎 這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這個太重要 因為再過個三五年 那個契機就過去了 其實我也不是說沒有碰過 心動的人 只是我覺得我兒子很小 所以我離婚是因為我兒子 所以我要再婚不是因為我 我絕對如果我要再婚 絕對是孩子 可以接受的 可以… 現在在國小裡面 他們比的是什麼 以前人家 妳爸爸開什麼車 沒有 他說我爸跟我媽昨天打架 另外一種 我爸跟我媽早就分居了 另外一種 我爸跟我媽昨天離婚了 還是我做見證人 沒有… 沒有在比 我爸爸帶了骨頭妹被抓到 這個 氣死人了 這個女人… 沒有在比這個 來 吃一點小菜 有點風度好不好 對啊 我很怕她你知道嗎 可愛… 但是如果 她現在贊成 她現在贊成我交男朋友對不對 真的喔 這個就好了 所以男朋友要先過她這一關囉 一定要啊 對啊 對… 要接受人家這個 因為孩子對媽媽來講 是比自己都還重要 孩子都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媽媽就不會接受她 對不對 所以等於現在要追圍如姐的男生 要先討她小孩的孩子 對… 等於就是勤賊要先勤王的意思 孩子生在王 我不是小霸王 你這一段 我們就是要好好研究一下 因為她跟孫鵬 因為算是我們藝能界裡面 很重要的…一對組合嘛 我們當時聽到你們 因為你們是低調結婚 但是卻是高調離婚 現在又複合 怎樣 低調也低不過你啊 沒有夠低調啦 我又沒有得罪妳 我再怎麼低調 我也是在公開場合結婚的 你們是有真正的結婚 有真正結婚 然後真正迎娶 我只是沒有對媒體說而已 然後離了婚 離了婚是因為我跟她結婚 這一段時間就是 譬如說我懷孕大肚子 另一個菜籃被那個 被拍到 然後他們就講得天花亂墜 就講得很難聽 好像我就是為了要綁住孫鵬 我們兩個根本沒有結婚 我就先懷了小孩這樣子 我就覺得 當時我是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好解釋 是… 因為兩個夠愛嘛 管別人怎麼說 反正我們自己清楚說我們做了什麼 後來離婚的時候心裡有氣嘛 我… 兩個還在一起的時候 我不在乎人家怎麼講我 可是離婚的時候我就必須要 因為我是個很直的人 對 我那個時候我就必須要 把話講清楚 我不是那一種人 我如果 我敵英今天 如果要綁住一個男人 我早就不知道生了幾百個小孩了 去綁了 沒有必要做這種事情 對啦… 對不對 所以才會 感覺好像結婚式很低調 然後離婚好像很炫耀這樣子 對啊… 還在哭 妳要不要這樣 妳不要再惹他了啦 我想到 想到那個畫面誰不哭 對不對 提一個菜籃 然後肚子又那麼大 走開 菜市場地板很多是很滑的 不是 然後更好笑 更好笑就是那個江蕙跟我的助理 藝文講說 妳也跟妳弟姐說 要去菜市買菜也穿得漂亮 穿得很普通是不是 也不是 你懷孕大肚子啊 我就綁個馬尾沒有化妝 你說你去菜市場買菜還需要化妝嗎 沒有啊 但妳這雙大眼睛一亮出來 她整個那個大家應該都是認識 買菜應該都有打折 但是那個一周剛才在幫妳拍的時候 她不可能再幫妳先打個光 然後再來拍啊 對不對 所以出來的畫面當然是沒有這麼… 就是說像我們在螢光幕上 這麼光鮮亮意啊 對啊… 這講到媒體的一個角度 他們也不放過我們對不對 對啊 妳當時應該是滿恨他們的對不對 我不會 不會啦 其實我一直都跟記者朋友講說 妳不要把我當藝人 他們每次在問我什麼敏感的問題 我說我就是這樣 然後妳再問的話 不要把我當藝人 妳就不要再訪問我啊 當我是公務人員這樣就好了 我又不覺得我很紅 真的嗎 對啊… 不過妳講這個是 讓我們心裡面都有感觸 因為誰沒上過封面 對不對 對啊… 對不起 我沒有 沒有 妳沒有這樣 妳是日周刊的人 妳聽說是跟康康住一起是不是 妳又等一下把他惹哭了 不是 他跟康康住一起 有什麼好哭了 真的啊 妳問他 跟康康住一起當然要哭啊 你說跟劉德華住在一起 那人要快樂 跟康康當然要哭啊 看看他們那一棟大樓 算住很多人對不對 滿多人 對 我真的很怕一周刊亂跟 你知道嗎 對啊 跟到妳 康康前哥韋如前後進去 對啊 差太多了 哥韋如又沒瞎怎麼講 怎麼一腳前一腳後 然後他們那裡 不是那個管理委員會嘛 然後說什麼中原普渡 一戶要交多少錢 住戶不交錢啊 問他為什麼 他說為什麼要交錢 我們樓上住鬼王這裡 他一定是講康康不是講妳嗎 妳都很講話 我們那一段說很多 陸小芬 楊玲 對… 所以算是很多明星在哪裡 對…很多名人住我們那個社群 聊一聊 怎麼保持這個身材 妳的身材真的是 少吃多動啊 少吃多動 對 會跳一點跳舞或有什麼運動 我會做瑜伽 然後健身房 或者是打高爾夫球這樣 這樣 沒有 我是遺傳 因為我都不運動 我媽媽就 我都還沒有比我媽漂亮 妳看她多好 遺傳就是這麼瘦了 都不用減肥 我是減肥減得要死耶 真的嗎 真的 我減肥很可憐的 我是屬於那種圓圓的 很容易胖型的 所以我減肥對我來講實在是 很殘忍 我說哪天我不當藝人 我一定大吃大喝 很多人 很多女明星的願望都是這樣 對啊 不當藝人只有第一件事 對 我常常問人家說 人家說什麼 她的腸子怎麼去開刀 把什麼腸子剪掉就變很瘦 我說我好想把它剪掉哪一節 看可不可以是變瘦一點 了解… 來 再問個問題… 因為她拿了一個牌子 我也是問題 你為什麼比她叫她惡美你不會 不是 因為她拿起來我也是問題 一看上面寫才35分 我錄這麼久才35分啊 怎麼會這樣 你的表壞掉了吧 接著下來就是你的時間了好不好 她帶你們 沒有…她帶著你們 我們有一段這個國標 有她在教妳 真的嗎 搞不好妳一學之後 將來就學出興趣來了 真的 妳今天有這個課程 有…這個課程 沒有 不需要 唯一的男伴就是我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別的 來… 家瑪琪今天教個什麼樣的節奏 其實兩位身材都已經很好了 我們就做一個 我們跳Salsa好了 現在很流行 Salsa… 好不好 就是我們用右腳後退這樣 1 2 3 4 然後左腳前進 然後臀部要左右抖 左 右 左 我看得好舒服 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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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種啊 對 是 這樣嗎 來…洋衛 來… 來… 其實我還滿愛跳舞的 對啊 跳舞最好看 來 1 2 3 4 5 6 7 8 不錯喔 1 2 3 4 4 1 2 3 4 對 來…各位 子儀姐學得很快耶 但是我每次去跳舞的時候 我最愛跳這個 又… 電動馬達 我知道為什麼孫逢大哥 你不該當 是嗎 我跟你講 他還沒有看過我這樣跳 我在他面前會都會起來 來… 跳一下… 收拾 待會兒帶你這樣我就知道 為什麼我全部不害我 因為… 張秀莫名攻擊確定後 憲哥又再次被打了 你就壞在哪裡 你這上半身的表達不夠清楚 讓開… 看畫面 好想打你喔 妳不是好想 妳是真的做嗎 我… 我已經知道他為什麼會離婚了 我好想打你喔 好用力喔 來…跳一下… 收拾 我帶你 這樣我就知道為什麼我前夫不愛我 因為… 真的嗎 好愛妳 沒有關係 沒有運動性嗎 沒有關係 我覺得… 愛妳 同樣是離婚的婦女會比較有 比較有血 辣椒我不知道收拾 收拾… 來…前面一點 來 我們右腳後退 背走 1 2 3 4 左腳前進 右腳退 左腳踢 是不是跟恰恰很像 有一點 跟恰恰很像 對 其實 那跟恰恰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不一樣是恰恰是五個步子 恰恰是一二恰恰 那Salsa它只有三個步子 它是一二三 二三 二二三 一二三 二二三 二二三 對啊 妳會跳嘛 對啊 其實瑋如姐會跳啊 後退 並假 沒有 妳們就壞在哪裡 妳這上半身的表達不夠清楚 讓她這樣 看畫面… 音樂 好想打妳喔 妳不是好想 妳是真的說 我已經知道她為什麼會離婚了 好想打妳喔 好用力喔 兩位…如來神善 現在這樣子一個小時了沒 夠了 差不多… 夠了 那可以結束了 沒有…我們錄下一集 單身的日子其實也非常的快樂 對啊 未來來講應該也有一些規劃 簡單跟我們尾巴做一個總結 告訴我們未來日子怎麼過 對 我的目標是希望我的孩子 可以幸福快樂 天啊 這個母愛太偉大了對不對 媽媽 一個媽媽的願望竟然是 我希望我的孩子的未來是健康快樂 就是她已經沒有想到她自己了 她講出來的話都是為了小孩 來 瑋璐 對啊 我也是 因為 其實我現在最煩惱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要生六年級 小學畢業以後 她繼續升學的問題 這是我目前為止最煩惱的 不用煩惱 然後 然後 就是修身學還是什麼 對啊 喬到傳統自然質嘛 我不知道是要… 是要在國內 什麼喬到 那你為什麼要笑啊 那為什麼那個表情 我講錯話 我說喬到傳統自然質啊 那喬到… 我哪自然質 你們兩個那麼不靈活 沒有 我在很認真想我兒子的問題 因為敵人在問我說 憲哥你再聊一下其實 真的要做兩集 可是我要兩集的節目費 沒有 那辦不到 不過聽到你們這個婚姻的狀況 其實都是我們大家最想了解的 好朋友嘛 就是說這個多聽聽彼此 情吐一下 對不對 倒到垃圾 然後把這個心裡面 不愉快的地方講出來 從此就不會再不開心了 對啊 不要一年才傳一支簡訊 對啊…謝謝 餐廳開得怎麼樣 餐廳 倒了 沒有… 我把這個餐廳收起來 是跟我負荷有關係 因為需要更多時間 對… 因為第一 他也不是很希望我在那邊 拋頭露面 因為在那邊可能每天要應酬 喝一點酒這樣 然後加上小孩子也沒有辦法照顧 加上我自己拍戲也很忙 所以還是就是決定把它收起來這樣 但是妳的看法是 怎麼樣我們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們都認識孫鵬這個人 我只能說 孫鵬其實是個好男人 是啊 是啊 沒錯啊 他第一個小孩就跟我結婚 不會像妳四個還不結 今天感覺有像是來賓 謝謝 今天感覺好像壞男人是他 謝謝 我不是 我們也希望兩位真的是 越來越幸福好不好 謝謝 能夠有複合的 然後未來能夠更好的 對 希望兩位未來都能夠 愛情跟事業都很深 希望劉哲也是 是 好不好 有空常來我們節目裡面 挑挑國標 保證身體健康萬事業 等我練好一點我再來 再次謝謝兩位 謝謝 愛上9點半 謝謝 謝謝 來 妹子…謝謝 到1 2 3 4 太好了 怕了吧 7 CUT 阿欣哥你坐這好位 要注意 隨時會換主持人 謝謝